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到陈胜吴广在大则乡起以后 建立起了张处政权 接着各地起义军跟着纷纷响应 最后陈胜兵败被自己的车夫所害 继而成为千古遗恨 我们本期就接着来说说 在响应的起义军之中的刘邦这一支 也为里面有着陈氏一脉的一位重要人物 陈平 之后他更是六出奇迹辅助了汉高祖刘邦 最后助其成就了一番敌业 那么从陈衍出逃避难开始 再到陈平这一带 他们又是如何开始慢慢兴盛起来的呢 那就要从周朝时期开始说起来 自从楚国灭了陈国之后 陈国最后一代国君陈敏公的儿子陈衍 依不舍地离开了故国 最后避难于阳武户有乡这一带 之后以故国为姓 史称陈衍 就这样 陈衍的子孙便在阳武户有乡这个地方居住了下来 而到了秦末汉处 也就是从陈衍繁衍到陈平这代之时 中间大约传承了十代人 而陈衍一脉从末代王侯再到逃亡贵族 又历经了战国时代二百余年的世事动荡 带到了秦汉时期的陈平之时 早已被逃去了昔日贵族头上的光芒 已沦落为一届普通的平民 而年轻时的陈平与哥哥陈伯在一起生活 他自幼喜欢读书 还喜欢专心研究一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陈平的哥哥陈伯又宽厚人子 见到弟弟认真读书还手不实践 便对他寄予了厚望 而有了哥哥的抚养和支持 陈平便开始专心置之无牵挂的外出求学 光阴荏苒岁月如是 就这样 等到了青年时期的陈平 已长得身材高大 又气度非凡 肚子里更是满腹经纹 渐渐的 陈平也到了婚娶的年龄 可是那时候的他高不成低不久 正好这时候 富有乡有一户大户人家 这家主人名叫张富 他有个孙女 曾嫁过五任丈夫 而且每次嫁过去 丈夫都是没多久就去世 街坊邻里们就都纷纷传言 他有克服之命 导致之后再也没人改向他提进 而此时的陈平却只是一心想找个闲内主 能帮自己去成就一番大事也就行 听说这个女子很贤惠 于是不顾阴阳深刻之类的妄说 案子打了主意 决定要娶张富的孙女为妻 张富后来也了解到 陈平这人气欲不凡 而做事又精明 知道了陈平生活中所交往的都是一些有志向之人 就这样 张富做了主 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陈平 因为陈平家中贫困 张富便给了陈平一些前女和结婚的费用 而在孙女临出嫁之时 张富还特意嘱咐道 你嫁去陈平家里之后 不要因为他家里穷而失掉基本该有的负导 更不能对他不恭敬 还有对他的凶嫂 也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孝顺 事实上 张富的孙女本来就是个十分的温柔贤惠之人 而随着这次的两家联姻 陈平家的经济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尤其是张富对陈平更是怜爱有加 不惜以重金资助他的事业 就这样 陈平内有贤妻体贴 外面又得到富翁舅的资助 使他更有充足的精力专注于事业之上 而陈平自从娶了张富的孙女之后 人脉资源开始变广 结交道的朋友也开始变多 乡亲们也对他开始另眼相看 当时他们的村里和别的地方一样 村里面也会每年祭土地神 祭神之后都要把祭肉分给众乡亲们 于是众人就推举陈平做主持分肉的人 而陈平分配肉的时候都分得非常恰当公平 村民们都纷纷赞扬他说道 陈平分的肉分得真是公正无私 陈平则说道 假如有一天让我治理天下 我也会做到像分肉一样公正无私 到了公元前209年 陈盛在大泽乡起义 魏国的王室后裔魏旧也前往追随陈盛 之后陈盛派周福收复魏国旧地 而在周福夺取了魏国故地之后 陈盛便立了魏旧为魏王 此时也正是中原大地上各路英雄大显身首的时代 而胸怀大志的陈平听说了陈盛起义的壮举后 便告别了兄长和妻子 之后约了几个有志青年 一起前去投奔了魏王 一开始魏王任命陈平为太仆 为他执掌圣余与马正 不过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 陈平不失时机地向魏王献祭献策 述说着该如何夺取天下的策略和方针 可是目光短浅的魏王 对他的建议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而且魏王的一些亲信 看见陈平的胆识和能力都远在他们之上 之后都视他为政敌 于是纷纷都向魏王说尽谗言 这也导致了魏王对陈平产生了猜忌 而陈平见魏王如此昏庸 必定难成大事 于是毅然地离开魏旧 又重新另寻名主经 而不久之后 秦国将领章韩帅君前去攻卫 之后魏王全军覆没 连周府也被秦军所杀 最后魏王也被迫自焚而死 而就在这时候 项羽所领导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 正好来到了黄河南岸 即将北部黄河准备与秦军主力 在河北的巨路展开决战 因为像是殊职的勇猛善战 也让他们的势力开始急速发展 之后还成为了众多反秦歌剧势力之中 人马最强的一支 后来向梁战死 项羽接任成为主帅 而陈平就闻项羽大名 于是便前去投奔了项羽 就这样 陈平转入项羽手下做了谋事 并随他参加了著名的巨路之战 又跟着项羽攻破秦国都城咸阳 而陈平在鸿门宴之后 又被项羽派去追毁刘邦 但是未能成功追毁 而在秦朝灭亡之后 项羽在关中大肆分封诸侯 对其他反秦将领和秦朝降将 也进行了分封 又自是力量强大 自封为西楚霸王 攻占九郡 最后定督于鹏城 之后项羽的分封 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 而个诸侯王势力 在起兵反对项羽之时 刘邦听了谋事张良的计策 烧毁战党 又封韩信为帅 之后暗渡陈仓 又从汉中攻入关中 打败了项羽分封的张韩和司马信玉董毅 而刘邦继续东进后 又很快地攻下了河内 之后连殷王司马阳也归顺了刘邦 而项羽听闻后大怒 并启用陈平又封了他为信武军 让他率为王滞留楚国的门客救部 前去攻打殷王司马阳 结果殷王司马阳兵败投降 而陈平凯旋而归之后 项羽十分高兴 便任命陈平为都尉 赐黄金二十亿 而这时的刘邦又率军攻打殷王司马阳的领地 可惜陈平兵败不敌 接着殷王司马阳又归降了刘邦阵 之后项羽迁怒于以陈平为首的平定阴帝的将士官吏 而陈平害怕牵连灾祸 于是决定辞去官职 并把项羽之前赏赐的金银珠宝还给了他 自己偷偷地走了 而陈平离开项羽 表面上开始为了逃命 实际上却是看透了项羽这人 尤其是缺乏之人之名这方面 只不过是个游泳无谋的一介五夫罢了 觉得继续留在他这里已难成大业 但是离开项羽后 陈平还要再去投奔谁呢 之后他听闻汉王刘邦 此人胸怀大志又豁达大度 从来都是不拘小节也致人善认 于是便去投奔刘邦 而这时候的刘邦正驻守在河南的修武 正在立兵末马准备东进 就这样 陈平在好友魏无知的推荐下 去见了刘邦 而两人纵论天下大事之后发现十分投机 也颇有相见恨婉之意 于是刘邦便任命陈平为都尉 兼掌护军一职 为了能随时请教 刘邦还让陈平与他同乘一辆马车 不久又提升他为副将 并且还让他兼护三军将校 而监督其他人的这种得罪人职位 果然引起了将领们的不满 纷纷说他品行不端 并放出流言蜚语重伤陈平 说他贪图贿赂到扫魅金 认为这种人不能信任何众 更说他的腹中未必有什么才能和计谋 最后刘邦也经不住众人的再三诋毁 便也开始心生疑团 之后便找陈平来质问道 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魅王的 后来离开魅王又去投奔西楚霸王项羽 现在又来我这 怎能不让别人怀疑你的心意呢 而陈平却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 在不同的人手里 这作用却大有不同 我侍奉魅王之时 魅王不能用我 我离开后去投奔西楚霸王项羽 霸王却也不信任我 所以我才来归附汉王 我虽然还是我 但用我的人可不一样 而我久慕 汉王善于用人 所以才不远千里来投奔汉王 如果汉王听信谗言 而信不过我 那么请汉王给我一条生路 让我辞职回家 能够老死在故乡 刘邦见陈平这么直言不讳 他心中的疑虑也都全消除了 并且还重重地赏赐了一番 从此以后 汉军将士再也没人敢质疑陈平 而刘邦在拿下关中之后 继续挥师东进 一度打进项羽的老巢蓬城 但不久之后 项羽又以强大的兵力开始反击 逼迫刘邦退守行阳 公元前204年 楚汉战争也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楚军不止断绝了汉军的外援和粮草通道 还将刘邦围困在行阳城内长达一年之久 而就在刘邦焦虑万分之时 便提出以行阳作为楚汉双方的分界线 本想着要和项羽讲和 可是项羽却一心只想消灭刘邦 对他所提出的条件连理也不理 之后刘邦见刑事岌岌可危 就在忧心如焚之时向陈平求计 而陈平则向刘邦道破了楚汉双方的 目前刑事与长短得失之后 又专门针对项羽素有猜忌的致命弱点 便向刘邦提出了使用反剑计 以此来分化项羽的策略 刘邦听了陈平的计策之后 不舍得拿出了四万金交给陈平 让他暗计实施 于是陈平就用重金收买了一些楚军将士 让他们散布谣言 说范曾 钟离妹 龙姐 周阴等人 自从和项羽一起打江山之后 本已经战功卓著了 可是项羽还不对其封王 他们已经准备好同汉王刘邦联合 一起共同灭了项氏 直接分了他的土地一起称王 项羽一听这些留言 果然心生已尽 而范曾本是项羽最得力的谋士 还被尊称为亚父 之后项羽还派人到汉军军营之中 探听虚实 当项羽的使者到达汉营之时 刘邦准备了最高规格的饭菜 让人端了上去 而见到项羽的使者后 顾左吃惊地说 我原来以为是亚父的使者 原来是项羽派来的 便立即命是从把饭菜撤掉 仅送上一碗菜汤和几个馒头 而项羽使者受此羞辱之后 便不胜其分地返回楚军大营 把事情经过全部对项羽做了汇报 因此项羽开始对范曾更加怀疑和猜忌 而当时的战争形势对楚军极为有利 范曾便提议一定要成胜追击 攻下行阳灭了刘邦 可是项羽却根本置之不理 范曾事后才知道是因为项羽 对他有了疑心的缘故 之后便心灰意冷地愤然离去 当走到蓬城的时候 范曾气的后背上升了一个毒瘤 最后毒瘤发作而死 而项羽手下唯一高明的得利谋士范曾 就这样被陈平的反剑计给除掉了 随后陈平的反剑计频频得手 使得楚军这边的钟离妹 也因此长期受到项羽的猜疑 而得不到中用 还有大将周音最后也背叛项羽 而归顺了刘邦 就这样陈平实施的反剑计 使得项羽的军队军心涣散 围困刑阳城的楚军将士也放松了懈怠 在此形势之下 陈平又向刘邦献了遗迹 让刘邦从刑阳突围而出 这样才能解决被困刑阳的局面 之后陈平先命人放出消息 说汉军这边快要良尽援决了 准备开城投降楚王 然后又让汉军大将继续冒充汉王刘邦 准备炸响 之后他们又从城中挑选了二千名女子 劈灰戴甲 守之一仗准备着待命出发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汉军便在天黑之时 呈夜色打开城的东门 放出寄信和二千名女兵 就这样汉王受降的消息 一时间在楚军之中传开 另外还有许多金国女子 身着戎装的扭泥着更是见所未见 而楚军士兵亦是为好奇心所驱使 争先恐后地涌向东门前去为官 项羽也亲自出营受降 就这样趁着楚军大多涌向东门之计 在西门无备的刘邦和陈平等人 立马率着精兵承续而出 连夜逃往观众就这样 最后解了行阳之位 之后刘邦的大将韩信 在消灭了黄河以北的赵国之后 举兵东晋攻占了奇地 公元前203年 刘邦刚从成高养伤回到广武 韩信便派人向刘邦告捷 并说了刚刚平定的奇地 请求封他为甲棋王予以振服 刘邦听后勃然大怒 正想破口大骂 忽然觉得极案之下被人踢了一脚 便连忙忍住 原来此时张良和陈平正好坐在刘邦身边 而二人身之大将韩信文武全才 又手握重兵还远在三起之地 倘若此时处理不当 韩信若是兵反 独立于三起之地 这样就会与楚汉形成三族鼎立之势 而到了那时 汉军将士可就身临危境 不如顺水推舟 封他个齐王先好好稳住的 免得给我们生出事端 而目前这样也对我们汉军最为有利 机智的刘邦立马领悟到陈平二人的用意 便改口骂道 打丈夫平定诸侯 要做就做个真王 何必做假王 之后随即派张良到其地 册封了韩信为其王 还督促他尽快出兵袭净 就这样巧妙地安抚了这支十分重要的军事力量 避免了汉军的分裂 之后 楚汉两军在行阳和广武一带 展开矿日持久的拉锯战 但却迟迟未决出胜负 只是形势对汉军来说却越来越有利 而储君君臣猜疑 导致军力日益衰竭 公元前203年 刘邦为了换取被项羽抓去的父亲和妻子 请求双方罢债一鹤 而当时储君以父辈受敌 项羽听后非常乐意讲和 于是双方就约定以鸿沟为界 终分天降 鸿沟以西规汉王 以东规楚王 这就是楚河汉界的由来 此后 双方罢兵 项羽率军东规 刘邦也准备引兵西反 而就在此时张良和陈平 却不谋而合地看到项羽 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都觉得此时正是灭楚的大好时机 倘若不成胜追击将其消灭 日后将恐养护一半 于是刘邦就以张良和陈平之际 掉头出兵 开始猛追项羽军队 公元前202年12月 刘邦与韩信和彭越等 各路大军将储君和为在呆下 之后用了韩信的十面埋伏之计 将储君一举全部消灭 而兵败的项羽在逃至乌江边上时 在前有大江 又后有追兵的绝境之下 被迫上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的壮烈悲剧 而项羽在拔剑自吻之后 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叱咤风云的一生 至此刘邦和项羽之间 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争霸 就此画上了句号 而这时候西汉王朝虽已建立 但是一些强大的异姓王势力 对于刚刚建立的西汉皇权来说 就是个潜在的巨大威胁 而刘邦也极为注意汉军内部的异己势力 尤其是对最有实力的大将军韩信 更是一直耿耿于怀 而在灭了楚军之后 刘邦把韩信调离其地 改封为楚王 而这时有人上书解发韩信将要谋犯 于是刘邦召见了陈平 征询他的意见 可是陈平作为一名谋略家 却一直都是尽力回避内部斗争 之后刘邦再请教他时 陈平却总是说道 我能有什么好的意见 不知道诸位将领的意见又如何呢 继而在刘邦又问了其他将领之后 其他将领都认为应该尽快发兵消灭韩信 当刘邦向陈平说了其他人的看法之后 陈平也就不再怕得罪人了 最后提出了让刘邦在甲界外出巡游之时 将韩信勤住的基策 刘邦也觉得刺激可行 于是就先派了使者通告有关诸侯 一起会给予陈县集合 而当刘邦还没有到达陈县之时 韩信便已在郊外的路上等候着迎接刘邦 等刘邦到了之后 乘着韩信在跪拜之际 刘邦立刻命令一位力大无比的勇士 将韩信打翻在地 又直接捆绑了起来 并削了他的兵权 把楚地收归为中央直接控制 之后刘邦将韩信带回了都城洛阳 又念及韩信以前的功劳 便将韩信降为怀恩侯 饶了他一命 而此举也消除了大汉王朝再度分裂的货登 维护了王朝的统一和安定 可是这时 在北方辽阔的蒙古草原之上 却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匈奴政权 并且经常骚扰着大汉的北部边境 公元前201年的秋天 匈奴首领莫独产于发兵围攻驻守在马伊的韩王信 之后韩王信不敌只能投降 而这里所说的韩王信和前面说到的 看出三节之一的怀恩侯韩信可不是同一个人 只是两个人都叫韩信 所以后者叫做韩王信 一座区别 接着韩王信和莫独产于合兵联合于一处之后 又攻略了晋阳 而刘邦闻讯之后 亲率30万大军 前去讨伐匈奴 而莫独产于特别善于用兵 他先把精锐部队隐藏起来 故意用一些老弱残疾作为诱饵 又将汉军引诱至平城后 然后突然派出隐藏的40万精兵 将刘邦军队全部围在平城改登山 而这一位就是七天之久 在圆尽粮绝又困恶不堪之时 汉军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歼灭 而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 陈平呼声一计 接着他准备了一幅绝色美女的画像 和许多的金银珠宝 派遣了一名有胆有势而又能言善变的使臣 在偷偷暗中下了山 又买通敌军士兵 秘密会见了莫读蝉的正妻俄士 其地位也就相当于王后 而汉军使臣在献上金银珠宝之后 接着说道 现在我们大汉的皇帝 想与蝉鱼一和 我们知道您对蝉鱼很能进言 若是蝉鱼不肯 我们就将大汉的第一美女奉献给蝉鱼 以示诚意 现有大汉的第一美女图画在此 若是打开一看画上的美女 果真是国色天香花容原貌 他想 如果汉使要是把这美女送给蝉鱼 必然会专宠后宫 而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必定会一落千丈 之后 若是顿生嫉妒 盲对汉使说道 你回去禀报汉地 我定会让蝉鱼退兵 于是 恶使随后去见了蝉鱼 劝说匈奴和汉朝不宜结仇太深 即使夺取了汉人的土地 我们匈奴也很难长久安宁 莫读蝉鱼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最终还是撤开包围 放了汉军人马安全撤出 于是 白灯之围就这样解决了 之后 刘邦对其论功行赏 封了陈平为户有侯 并世代传习 因为在解平城 白登山之围 这件事情上 刘邦非常感激陈平 而当走到取逆之时 见取逆城中物语高耸雄伟壮观 于是又下令改封陈平为取逆侯 并享用取逆封以内的全部覆水 而到了汉高祖刘邦 晚年的时候 西汉的中央政权内部开始潜藏着一股暗流 特别是外戚的吕氏一族 其依靠着高祖皇后吕氏的影响 欲控制西汉的军政大权 而高祖的皇后吕氏不止泼辣精明 还颇有心机 接着吕后内靠宠臣沈时期参与策划 对外则靠着妹夫凡快结成裙带关系 同时又把吕氏子弟安插到中央各大重要部门 形成了朝野上下 以吕氏家族为首的一股强大势力 公元前195年 燕王卢婉造反 刘邦命大将樊快为相国 率军前往讨伐 而当时皇后吕氏最嫉妒的人 就是刘邦的宠妃妻夫人 樊快又是吕氏的妹夫 必定站在吕氏这边 吕氏曾与樊快密谋在刘邦死后 诛杀妻夫人和他的儿子刘如意 而在樊快率军讨伐卢婉出发后不久 这话就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 刘邦知道后大怒道 樊快助我身患重病 竟还怕我诉死 同时也怕他心爱的妻夫人 在他死后遭遇打祸 于是想提前杀掉樊快 以此来镇压一下灵后 也可保护妻夫人的安全 于是采用了陈平之计 预先斩樊快 在由周伯代行讨伐之旨 于是陈平和周伯二人接受赵令 乘车前去追赶樊快 在追赶的路上两人伤名 樊快既是皇上的固有 又是开国功臣功高盖世 而且还是皇后妹妹吕须的丈夫 既是皇亲国妻又地位尊贵 而现在高祖只是一时愤怒 才想要杀了樊快 要是事后他后悔了 怪罪下来我们两个可吃醉不起 不如先捉住樊快 等押解回京之后 再听听皇上发怒 于是两人一计而行 当他们赶到樊快的军营后 就在营帐之外宣召樊快戒指 也就是在戒指的同时 把樊快绑了起来打入囚车 戒指由陈平押着樊快回京 而周伯就留在军营接掌樊快的军权 之后陈平等人在回京的路上 文西刘邦已经驾崩 而太子刘盈也已即位 是为汉回帝 而陈平预料此时朝中大权 必定已经落入吕后手中 对于陈平来说 当前局势却已变得异常凶险 之后果然不出所料 在陈平还未到长安之时 就接到使者传诏 命陈平和冠英一起前去驻守行阳 而陈平心里也知道 樊快之时如果没说明白 事后必定是凶多吉少 于是在还没去行阳上任之前 就先跌跌撞撞地奔入宫中 跪在汉高祖刘邦的灵鹫之前放声大哭 一边哭一边诉说着 先帝命我决斩樊快 而我未敢轻易处置大臣 现已将樊快压界回京 准备请先帝亲自发落 却不料先帝已先走了一步 当然他这话也是说给吕后听的 果然吕后和吕须得知樊快未死 也就放下了心来 又见陈平哭得十分悲哀 还痛哭流涕 于是顿生哀恋之心 也就先让他回家休息了 而陈平却怕吕须等一些怨恨他的人 还会再去吕后面前进谗言 用毒计迫害于他 于是坚决请求吕后 让自己留宿在皇宫之中 以护卫高祖亲族 而此时 汉徽帝虽然已经即位 掌握实权的却是吕后 之后他就封了陈平为郎中令 让他日夜在宫中教会和辅佐汉徽帝 不久之后 樊快被押解至长安 吕后立即下令赦免了他 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实义 就这样 陈平日夜的守候在汉徽帝身边 既能第一时间得到宫中的各种消息 又能和吕后的关系处理好 使得他深得吕后的信任 因此 虽然之后吕须吕尽禁谗言 却也没能伤害他分毫 就这样 汉朝的开国功臣基本被剪除殆尽 只剩陈平等少数几个幸存了下来 之后年仅24岁的汉徽帝驾崩 吕后正是临朝称治 而就在这年冬天 吕后想要立吕氏一族为王 便征训了王林的意见 而王林回答道 绝对不可 当初先帝曾说过 非刘氏而王者 天下共激之 而吕后听完 则十分生气 又去问了左承相 陈平和太尉周伯 陈平回答 昔日高祖定天下 以刘氏子弟为王 而现在是太后称治 玉立吕氏子弟为王 无所不可 而周伯也同意了这个说法 吕后听完大喜 之后 王林怒气冲冲的质问 陈平和周伯等人 当初群臣与高祖煞血为盟之时 曾说过非刘氏而亡者 天下共激之 你们当时不是都在场吗 而现在高祖去世了 太后主政 她想立那些吕氏的人为王 可现在你们却违背当初的盟约 而对太后去意奉承 将来你们还有什么脸面见高祖于九泉之下呢 陈平则坦然地说道 在朝廷之上只言敢见 这方面我虽不如您 但是护卫刘氏子孙的安全 恐怕您就不如我了 王林听后则无言以对 接着旅后 又改任王林为皇帝太傅 而对他名声暗将 夺了他的乡权 在免去王林的右丞相职位之后 陈平被着身为右丞相 同时又封了辟阳侯 沈时期为左丞相 实际上 实权都掌握在左丞相 沈时期的手中 他其实就是女后用来制约陈平 而陈平见主若陈强 女太后又机智狠毒 稍不注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之后便装作匈无大志的样子 连手上的权力都不用 就这样整日在家放荡饮酒 而吕后看着陈平匈无大志 认为朝中大权已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也便没有过多的整治陈平 就这样陈平和吕氏那些人 也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而在吕后病死之后 那些反对吕氏一族的大臣 认为消灭吕氏诸王的时机终于到来 就这样 双方都在准备着最后一搏 而在双方接见把弩张一触即发之时 陈平在与周伯秘密商量之后 决定先从赵王吕露身上下手 在说服吕露交出北军兵权之后 并召来了朱须侯刘璋辅佐周伯 诛杀了掌控南军的旅产后 最终平定了朱吕之乱 于是众人盈利了戴王刘衡为帝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 之后论功行傻 陈平称并将由丞相之位让于周伯 自己则出任左丞相 后来周伯退位后 陈平又独任丞相 就这样西汉逐步开始进入强盛时期 探文第二年 丞相陈平去世 示好为献猴 而在陈平死后 其子陈买接替侯卫 可惜陈买仅仅为侯 不过两年就去世了 接着他的儿子陈辉接替侯卫 也在位做了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之后他的儿子陈和接替侯卫 可是陈和后来犯了抢占他人妻子之罪 被处以死刑 继而封地也被废除 而回顾陈平的一生 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因为在秦朝末年时期 那个英才辈出的动乱时代 能有资格被司马迁分别列入世家的 不过陈胜 萧和 曹三 张良 陈平和周伯 这六人而已 而陈平能位列其中 可见其在当时的功劳影响之大 陈平虽然没有被列入汉朱三节之内 但他从辅佐汉高祖刘邦成 救帝王之夜开始 之后有诸沙吕氏一族 把汉氏江山还给了刘氏子孙 最后还辅佐汉文帝治理天下 可谓是功高名重 可见他的这些功绩 已经完全可以和汉朱三节相匹配 而作为汉朱超一流的谋士 陈平则终生锐意进取 又颇具纵横家的色彩 而在刘邦大杀功臣之时 他也是少数几个能够善终的功臣之一 所以在他那蜿蜒起伏的人生仕途上 终以丰功伟业名传千古 大汉王朝立国之后 经过了数十年的修养升息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 又大肆开疆拓土 带到了西汉后期之时 陈氏族人之中 更是出现了一位继位清合伙去病之后 大汉最耀眼的军事奇才陈汤 之后他不止杀了匈奴长渝 更是喊出了那句名犯强悍者 虽远避诸的历史名言 那么他是否能带领着西汉王朝走向最后的蜀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